这天呢特别好 特别适合打扫房子 这个已经解除隔离了 所以我也要开始收拾收拾 准备这个过春节 所以今天呢我们擦了所有的玻璃 大家看一下我这玻璃干净多了 所以拍的效果也很好 这今天这天挺暖和的 远处的这个雪山啊 这啥底儿的画得还挺快 这窗子擦完了真的就是叫什么 窗明几镜 天气真的是不错 我们再待几天就可以出 马路上溜达溜达去了 这个我女儿已经好久没画画了 看这是画家的这个 这个桌子 叶丽你在画什么呀 山 你拆得很重 我拆得很重 好的 那我等着期待着作品完成啊 叶丽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咳嗽吗 不咳嗽了哈 我们再坚持 我感觉像一个小土豆 小土豆 我们还得在家里戴着口罩 大家我的梦是 这个是我刚才当一个小宝宝土豆 我自己通都跳 跳的 跳上面这个土地 所以我都跑了 我都起床了 你都起床了 孩子都有快两周没画画了 终于我们都逐渐的回归正常生活 对吧 加油 咱们下周 我还吵用我的床 我们争取下周啊 我们回学校上学 耶 耶 大家好 我是雅美 听我的声音还 还好是不是 今天呢 是我们确诊之后的 第18天 昨天我已经解除隔离了 所以又回到了 我日常的生活中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些天气也特别好 温度呢 很舒服 所以我刚才呢 也是就是和我先生一起 我们把所有的窗子 全都是擦干净了 就能擦到的 能够到的 我们都擦干净了 虽然这个房子 是我们租的 但是我和我先生呢 就一直以来 无论是租的房子 还是说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们都保持着 就是生活的这种高品质 就是一定是干干净净的 舒舒服服的 所以我们就是 作为就是租客 我觉得就是 任何一个就是 房主如果碰到像我们 这样的租客来说 他应该是很幸福的 因为我们真的是把 就是他们的房子 当成我们自己的房子 去爱惜 然后去住 我们有的时候 甚至会帮助这个房子 去添加一些东西 我记得我先生 在北京的时候 他租的那个 那套房子 他还帮房主 去重新装修了 卫生间 厨房 后来房主一看呀 你都把我的房子 装修的这么好 然后把他的房子 就减免了 就减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就是相互的嘛 就是一定 就是善良的人 就是在很多的事情 都能看得出来 那种用心和那种 就是责任心 所以我们呢 也是把 今天不是 扫房日吗 打扫房子的日子 所以我们也把房子 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也是迎接这个 春节的到来 而且我觉得 一般我们其实都是把春节 从就算开始的一个新的一年嘛 所以呢 所有的 不愉快呀 所有的一些疾病啊 我们统统都丢在2021年 让我们新的开始 有美好的这个新的一年 我今天呢 想分享的就是 回答一些粉丝的问题吧 做了这几期的这个视频节目呢 得到了很多伙伴的肯定和支持 然后也有很多 粉丝会问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其中有的粉丝就会问说 你们都 就是中招了 都得了这个奥秘了 你们为什么不去医院 不去医院 我在这里面呢 也是想给大家呢 就是通过我的视角 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 加拿大的现在的情况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会看到 各种的新闻啊 一些信息了 就是在加拿大目前为止 尤其我现在的这个达文地区 温哥华基本上其实 应该算是躺平了 就是 大家对这个病毒呢 已经 就是首先也不统计数据了 所以说白了 你也不知道现在每天的真实的 这种感染的人数 另外呢 对于这种 就是说你感染之后 多久解除隔离 然后已经缩短了 就是缩短了这个隔离的时间 另外还有包括就是说 你的这种就是 比如外出购物啊 或者是一些 一些什么规定要求呢 也都降低了 实际上其实 目前的感觉可能也许这个病毒 导致了大家都是相对是轻症 甚至是无症状的 所以作为政府来说 他们可能是还是紧着这些 危重病人 所以现在就属于是不再像 前年去年那样的一种就是 重视程度 所以都回归到就是说 每个家庭就是你当你有症状了 你如果是轻症 那你就像我们似的就是居家隔离 自己去安排好这种隔离生活 不要去感染别人 这是最起码的 然后自己去报自己的这个情况 也都是自愿的 没有任何硬性的要求 而且呢 基本上其实 我觉得每天日增 少万都是少数 因为几乎是 就是现在每天大家呢 只要你发现 你原来曾经经常联系的朋友 没有什么声音了 好久没声音了 那基本上差不多也都是中招了 就在家自己修整了 所以周围越来越多的这种感染的 那好来因为可能是有这个两针的疫苗 然后三针的疫苗 像我 然后有粉丝就会问我说 哎你打了几针呢 我说我比较悲哀 就是正通知我打第三针的时候 就我打过两针了 我正通知我打第三针 加强针的时候 结果我成招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打上这个加强针 可能也会让我这次的症状呢 会稍微的再减轻一些 所以打疫苗呢 还是有帮助的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 哎呀我打疫苗了 那我就不害怕了 我就想干嘛干嘛 像包括像就是 因为乐华现在离学场很近嘛 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滑雪 其实这次有很多人 都是在雪场中招的 那他们去滑雪 然后呢 感染完之后呢 其实呢 这种就是 自我的这种 就是意识呢 就会弱一些 就会觉得 哎是不是滑雪累的呀 或者怎么样 然后再继续滑雪 还有很多是年轻人嘛 那年轻人其实不正庄呢 就更多了 那他虽然是不正庄 但他是有传染的这种威力的呀 所以他就会传染其他的人 那就是 大家想想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散播就有多大吧 啊 所以这一次 基本上 其实 可以说在加拿大 像大多伦多地区 大湾过滑地区 就是人数比较多的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 小城市 这个都 就没法统计了 真的就是 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报道 是正确 就是说真的是 日增十几半 那是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 好在我们现在都是 逐渐的在恢复 然后呢 身体呢 也会 每天都会有 好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 好的事情吧 因为之前 确实就是担心 那包括现在 就是说 我今天不是干了点活吗 也会觉得就是 没有以前 体力 那么充沛 所以干一会儿 就觉得挺累的 所以身体还很虚 包括我先生也是 所以我们呢 现在呢 就是说 慢慢来吧 也毕竟 这个年纪了 四五十岁的这个年纪 所以也没法跟年轻人比 他们恢复的更快 那我们呢 就是 兼保养身体吧 先休整 慢慢的 把身体恢复好了 再说其他的事情 那也有粉丝问我 说 那你们什么情况 才可以住院呢 是这样的 就是 如果你的症状 是属于重症 比如说 你这个呼吸已经很急促了 像有些的那个伙伴 还会被那个叫血氧仪 给把加手指那个 如果他自己监测 自己这个喘不上气了 然后剧烈的咳嗽 像我那个 小朋友的那个妈妈 她是剧烈的咳嗽 她去急诊室看的时候 人家都怀疑 她的肺已经出血了 所以她那种情况下 如果是她当时去急诊室 急诊室的这个医生 发现她的这种情况不好 自然就直接进 就是住院了 所以只有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危重病人 你才可以 就是 叫911 然后呢 给你送到这个 急诊室 送到这个医院 否则的话 只要你自己状态 还不错的话 医院不收你 就在家里 居家隔离 居家的休养 然后 等待你的状态的变化 所以如果 很好 像我们知道 那肯定是不用去医院了 如果说你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糟糕 那肯定是第一时间 你要赶紧去 就医 见医生 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 给你 就是 这种医疗 救治 还有人会问我说 你们这个 有药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 没有药 而且我这个几期的视频 也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 我女儿 过来找我来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口罩 再戴上 因为我们现在 还是坚持到底吧 因为我现在还有症状嘛 所以我还不能传染它 那接着刚才的说啊 就是我们 是没有药的 所以完全都是 在家靠 我们 修养 大量的和温热水 比如说 就是 用上 什么VC啦 什么D-San啦 然后这些 能够补充营养的 其实我们就是这些 没有别的 你要说什么 我女儿说 大爷有想要跟大家说的 我刚才推移画好的画 是吧 你把那画给大家看看 那太阳的地方 你给大家看看你的画 那我来帮你拿这 都干了 都干了 看看 这是VVB送给 送给我的画 好漂亮 是不是 欢迎大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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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跟那个 就是 视频前面的小伙伴们 就是还可能有小朋友看 你说 我们不害怕这个 病毒 对不对 看你已经战胜病毒了 对不对 大家我变七岁了 你都七岁了 对 你是七岁了 所以这次米宝呢 也很勇敢 也很坚强 对吧 然后 这个过程中 生病 就是发烧 肚子疼 头疼 嗓子疼 也是 就是基本上 贯穿了这个 两周多吧 所以 不错 已经再继续努力啊 我们争取 下周我们回学校上学 小朋友都想你了 是吧 大家都回来学校 我会有一个很大的生日 所以大家都 都没 没过生 对 是的 其实我说买很多好吃的 所以我们每天的分享呢 也是想给大家鼓励 欣欣 也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越来越好 所以请大家放心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说第一 看一个东西 我刚写了 写了很酷 你写什么了 来 来 大家 来跟我看 我可以 我找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好的 那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眼 好吗 那我们跟大家先 说拜拜吧 拜拜 那我们下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我妈妈 闻下 好狗 大家看 哇 看 有力量了 是不是